英国刚号召民众在家办公 网络就接着崩溃了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 英国此前在华为5级问题上的摇摆不定 目前英国已经允许华为有限度参与国内5级建设 自从英国相关部门拟采取群体免疫 来应对新冠肺炎的举措 被人管为诟病后 英国当局终于开始抄作业 号召民众都尽量待在家里面 远程办公减少外出 可就在这项号召出台的第二天 英国的各大运营商的网络却纷纷接连崩溃了 一时间英国国内大面积的网络瘫痪 导致民众无法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 此次大面积的网络故障可能和在家办公人数过多 而英国的移动网络搭建工程却又进展迟缓有关 有网友调侃 在家办公的作业可不是想抄将能抄党 那也得要有些实力才行 还有网友科普 英国原定的5G网络搭建工程 因之前取消了华为公司的5G订单之后 便大幅突漫了进度 其实倘若按照华为5G订单的原计划顺利进行的话 英国的网友早就能够体验5G网络更高效更快捷的功能 这次的全国大面积断网可能也不会出现 说起来 传统5G在建设基站之时 往往会面临着安装天面过窄 安装的程序过于复杂等问题 而现在华为又新推出来一项解决方案 能够轻松解决上述问题 华为推出的这款5G极简站点解决方案 及设备极简 天面极简 能源极简 部署极简 于一体 还有着称新的基带 射频 天面 能源 安装件 及场景化干战 能够以最小化站点改造的方式 实现5G低成本快速部署 今年华为推出新一代的MASIV MIMO 与上一代相比重量更轻 功耗更低 带宽更大 AAO重量远低于业界平均水平 可实现单人搬运 大大降低了因引入掉车而导致的高额成本 帮助运营商大幅节省建站和运营成本 此外 华为推出的全新的刀片天线 能够在原有高级程度 all-in-one天线的基础上 通过模块化设计 实现暗序配置 灵活演进 相较于传统方案 当需要新增端口时 需要替换正面天线不同 全新的刀片天线 仅需更换部分模块即可 而且该天线照的设计方面 也重新进行了优化 能够降低风俗 这样对降低5G部署的难度与成本 将会是又一个新方向 在解决能源和安装方面 华为推陈出新了 前场景高密电源方案和SuperKiss 全系列畅新安装件 来进一步简化5G基站的部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